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叫江村的地方 这片区域在2000多年前属于禁区 这里是一座西汉地链 牧主人就是历史上评价非常高的汉文帝刘恒 在距离汉文帝陵墓东侧800米的地方 还有一座高大的风土堆 这里就是她的皇后窦衣房的长眠之地 咱们现在走到这条路叫白鹿北鹿 这个地方就是白鹿园 大家看前方有一座特别高大的风土堆 这就是窦皇后的陵墓 高度目测坎得有20米 窦皇后的地宫和汉文帝一样 深入地下30米 也是有四条木道 这座地宫也没有考古发掘过 有没有背道还不清楚 在2021年12月 考古证实位于白鹿园上的江村大墓 才是汉文帝的葬身之处 终于解开了汉文帝霸凌位置的千古之秘 江村大墓之所以被确定为是汉文帝的霸凌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座窦皇后陵 按照汉代帝陵制度 帝陵和后陵是在一座陵园范围内 但他们去之后不葬在一座地宫内 也就是同营一学 后来考古工作人员 在江村大墓附近发现了夯土围墙 把江村大墓和窦皇后的陵墓 给围在一个区域内 为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凌 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 我身后这座巨大风土堆下的牧主人 她的一生也很传奇 从一届工女 逆袭成全清朝野的窦太后 根据史料记载 说窦衣房本身是普通的农家女孩 她的父亲在秦朝末期 经历了秦朝战乱 选择过上了隐居的生活 无问世事 可惜的是 她父亲的结局不好 是掉入水中淹死的 后来窦衣房成为了皇后 伯太后下仗 追封窦皇后的父亲为安城后 并修建一座豪华的墓园 如见她父亲墓的风土 高度还达到二十多米 被称作窦氏青山墓 在今天河北武艺县 这个视频在去年已经发过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窦衣房的父亲死后 他以梁家女的身份 被选前宫廉服侍吕后 当时吕后为了拉拢和监视诸货王 他让一批宫女出宫 去侍奉这些诸货王 窦衣房就在这批 出宫宫女的行列中 当时窦衣房 是想离自己的老家近一些 于是他就花钱 找负责这件事情的宦官 请求把自己的名字 放在前往赵国的行列中 结果这位宦官给忘了 勿将他的名字 放在前往戴国的行列中 而且旅后都看了 改是改不了了 就这样 窦衣房稀里糊涂的 被安排到了戴国 到了出发的时候 窦衣房痛哭流涕 还埋怨这个宦官 此时的他 万万不会想到 就是因为宦官的马虎 自己的命运 从此就被改变了 有些朋友认为 窦衣房是汉文帝的第一任妻子 其实并不是 刘衡在当待望的时候 就迎娶了自己的王后 他还为刘衡生下了四个儿子 从这就可以看出 刘衡对他还是比较宠爱的 但奇怪的是 在历史上 关于这位王后 没有太多的记载 甚至她的姓氏 出身等等 都没有任何记载 在刘衡来长安当皇帝前期 王后就突然去世了 更奇怪的是 刘衡当上皇帝后 王后生的四个儿子 也相继去世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 说他们是病死的 那为什么这种病 只找王后的孩子 而窦衣房的孩子 却什么事都没有 对于病死的说法 我个人不太相信 我觉得这件事情 必有殷勤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是不是被窦衣房 害死的呢 当时窦衣房 还没有这个能力 王后和四个儿子的死 很可能和吕氏家族有关系 当年吕氏为了控制诸侯王 他将吕氏女子 都嫁给了刘氏宗亲 很可能这位王后 就是来自吕氏家族 吕氏去之后 老臣周伯等大臣 发动宫廷政变 除掉了吕氏家族的人 这位王后 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 被杀掉了 刘恒如果当皇帝 那吕氏女子的孩子 肯定不能留 更不能让她的孩子 去当太子 因此全部给除掉了 只有这位王后 是吕氏家族的人 这些奇怪的事情 才能解释得通 但话说回来 这只是推测 关于这位王后 还有四个孩子的死因 至今还是一个谜 杜依房有三个孩子 老大是女儿 叫刘飘 老二和老三是儿子 分别是刘启和刘武 由于刘恒的原配妻子 还有他生的四个儿子 都已经去世了 此时杜依房的儿子 刘启就成了长子 不久后 被立为了太子 杜依房呢 成了大汉帝国的皇后 后来他失散多年的地点 杜广国来到长安 表明自己的身份 要与杜皇后认亲 把小时候的事情 全部说出来 当时杜皇后 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把把自己的地点 拥入怀中 在场的宫女 宦官还有侍卫 都感动得不行 趴在地上哭泣 做姐夫的汉文帝 赏赐杜广国田宅和财物 还分封杜皇后 其他的同族兄弟 让他们在长安居住 就这样 杜家人一下子 成了皇亲国妻 这地位也越来越高了 公元前157年 汉文帝刘衡驾崩 终年46岁 随后太子留起继位 这就是汉景帝 此时窦一房 也从皇后 变成了皇太后 当时窦一房 一直信奉皇老四相 这里的皇就是皇帝 老就是老子 简单地说 就是减轻赋税 休养生息 他还教导儿子 汉景帝 还有斗士兄弟 要遵奉这种学说 汉景帝继位后 在窦太后 皇老思想的影响下 继续推行 休养生息 清摇伯父的政策 此时 大汉帝国 在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治理下 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 国泰民安 史称文景之治 公元前141年 汉景帝刘启家崩 中年47岁 太子刘彻继位 这就是历史上 鼎鼎大名的汉武帝 此时窦一房 从皇太后 又变成了太皇太后 咱们都知道 汉武帝在位时期 大汉帝国的国力 达到了巅峰的状态 对待匈奴问题 已经没有再忍得必要性了 于是决定攻打匈奴 也正是汉文帝 汉景帝这两位皇帝 打下了基础 才让汉武帝在位期间 有能力改变外交政策 打出了汉帝国的威名 也可以说 窦太后对于大汉帝国 走向巅峰 起到了成上起下的作用 在公元前135年 窦太后去世 享年70岁 和汉文帝刘恒 一起合葬在霸凌 窦一房在临终前 可能会回顾自己的一生 他应该会想到 那位马虎的宦官 正因为写错了名单 才会让他成为皇后 后来又成为了太后 太皇太后 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 咱们去了这么多座古墨 每座风土下 都埋葬着一段人生 从他们身上 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窦一房的一生 在告诉我们 当生活不如意的时候 当命运捉弄我们的时候 不要去怨天尤人 不要茫然无措 多给自己一个信心 多给自己打打气 要勇敢地往前走 坚信希望就在前方 幸福就在前方 在命运面前 要做强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